秦時明月 漢時關 萬里長征仍未還 但是龍城飛降載 不叫狐馬杜茵山 劍拔奴昌的比賽 選手們接近全力 誰能稱霸這個知識殿堂 並奪走高額獎金 戰爭是智者的天下 冠軍爭霸誰能獨領風騷 歡迎收看 今晚誰當家之知識王 好 那今天是四強決賽 今天會產生這一系列的冠軍 冠軍會是誰呢 看到前三天比賽 不是說是誰的 古教民師之間 不管是生物的數學的 地球科學的 每位老師雖然各有自己的專精 但是在各項領域上面 各種大概都還滿平均的 接下來呢 接下來進入這四強 包括各三天的冠軍 還有一個外卡進來的 今天這四強 誰會是最後補教界的冠軍呢 好 首先為您介紹 今天的四強 首先讓我們歡迎 積分最高的 宅雨池 好 那阿翔本身呢 是地球科學老師 是 OK 接下來就是生物老師 郭仲 加油 如果有機會的話 待會兒再來看一下 郭仲的舞蹈也跳得非常好 OK 接下來素學老師 張舉證 如果你沒有忘記的話 舉證本身還是一個 除了是數學天才以外 還是一個豬蒜小生童 心蒜小生童 心蒜小生童 OK 以前還在電視上表演過 接下來要用外卡進來的 數學老師 謝謝天堡 好 四位呢 是我們在這次 所有的補教民事裡面 進入最後四強的 地球科學老師 生物老師 是 哪位數學老師 天堡會不會覺得 每次在看籃球 我們是有老八傳奇 在NBA籃球 你是說NBA籃球有老八傳奇 知道 就是第八名 要對陣到第一名以後 能夠一路往上打 對… 你有沒有寄望這種老八傳奇 當然有啊 對不對 OK 那阿翟 你不會讓所謂的排列第一 然後在第一站就出局 其實我有點怕 為什麼 你都是 都是不小心的就對了 沒有… OK 好 那待會兒 第二場對證的 就是舉證要對到伯仲 對 是 伯仲 你本身學生物嘛對不對 對於上一次來參賽以後的 所有的提醒 然後回去要參加這次試槍以前 有沒有做什麼樣一些的準備 就是其實就開始 看到什麼東西就開始去查一下 他的背景知識 通常都會這個樣子 對 就是你突然參加像這樣一支賽以後 你會希望能夠在最短時間裡面 跟海綿進水一樣 對 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抓來 對 就看到什麼就查什麼這樣 大概就會是這樣 OK 舉證你有嗎 我看到最近三百集的知識王 去統計 你去猜那個幹什麼 因為如果不會的話對不對 早上按得比較快 才有機會啊 OK 好 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偏偏 但是更重要一點就是 在今天自己對證的時候 要怎麼樣能讓自己勝出 這大概最重要 今天就會產生 步調界總冠軍 加油了 好 兩兩對證 提醒四位 第一場的兩兩對證 輸就是淘汰了 前面的努力 不管你是排列第一或是外卡 全部都沒有了 OK 所以第一場一定要勝出 再來就有二連戰爭冠的機會 誰能勝出 誰是補教冠軍呢 請 好 好 那這一系列比較明示 今天會搶成一個冠軍 首先 對證的兩位 好 來 歡迎天毛 阿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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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對證 這一場輸了就淘汰 贏了才有二連戰 真勝的機會 好 加油了喔 好 OK 來 四場 第一戰 請 3 2 1 3 2 1 好 兩位都在很快的時間裡面作答 一位10秒 一位9秒 選擇的答案都是B 失敗者 這一題正確答案是 B 失敗者 來 恭喜兩位 好 180 200 第一題小事身手 就只是看速度 下一題 請 數學類 請問 算是 12 減2 乘3 加6 等於多少 請作答 是減 我先問一下 有數學老師嗎 有 有數學老師嗎 有 OK 來 天馬老師 可不可以幫我減一下題 12減6加6應該12 好 這樣喔 對 OK 這樣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 我的數學爛到這種地步 怎麼會出現這個結果 來 阿翟 發生什麼事 我聽錯了 因為我用它聽的去心算 結果 你們兩個都是在 螢幕還沒有出來以前 用聽的就先算了 對不對 對 OK 所以算錯了 各位同學 老師也有這個時候 好吧 OK 人嘛 難免有失守的時候 OK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B12 請問一下 你覺得這一題是送分的 請舉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同學記得 先乘除後家電 好不好 各位同學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人有失守 馬有失體 好不好 好 下一題 請 美食類 請問 我們在夜市 常常看到的枝糕飯 其實就是什麼 請作答 好 阿宅 六秒選了A 可是你一直在搖頭 這我真的不曉得 對 有沒有感覺出來 有什麼諧音 或是有什麼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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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馬 好 八秒選的是 腿褲飯 敵哥應該是 豬吧 那應該是腿褲 對啊 OK 阿宅現在有沒有覺得 這樣好像比較偷 對 沒錯 我想說雞 雞 雞肉飯 石膏雞 OK 雞很高 來 這題正確答案是 來 恭喜天馬 這一題 天馬把領先拉回來 前面的劣勢 完全翻轉回來 三百次 兩百 一百四十分差 暫時領先 加油囉 下一題 請 文學類 請問 希臘神話當中 海神的座棋是什麼 請作答 好 兩位很快的時間裡面作答 天馬 九秒選擇的答案是海馬 其實我看電影的時候 他應該是騎海馬 沒錯 好 OK 來 阿宅 你是來自看電影嗎 基本上我遊戲玩得滿多的 所以這個 海神波曬頓 滿常出現的這樣 來 這題正確答案是 來 恭喜兩位 好 阿宅這題 目前還是落後一百二十分 五百二對四百 還剩下最後三題喔 加油喔 下一題 請 世界類 請問 下列國家當中 何者現在已經沒有王室 請作答 好 再來五秒選擇的答案是B 泰國 泰國沒有王室了嗎 其實我會後悔 蛤 我在B跟C之間猜 對 天猫六秒選擇的答案是C 義大利 我知道英國一定有 英國一定有 所以把它選掉 要不然一定殺牌女王 每天在這個地方 然後亮相 亮 亮心酸的喔 對 沒錯 英國一定有 那摩洛哥就其實不太清楚 那我是C跟豬代選 我知道泰國好像有 你知道泰國有 你是C跟豬代選 沒錯 OK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來 恭喜天猫 英國王室應該現在是 最活躍的王室吧 大家都知道 包括他們生個小孫女 或什麼什麼 全世界就瘋了 OK 每一次都是這樣 從那時候戴安娜王妃 然後一路到現在 只要他們 隨便有什麼動靜的話 都是動見觀瞻 大概都是這個樣 英國王室一直是這樣 那泰國 泰國不是每一次 泰國如果發生任何 不管什麼紅山軍的 黃山軍的 所有什麼什麼 到最後都要勞動 如果要是泰王 願意出來說話 泰國人對泰王 非常非常尊敬 不管再怎麼動盪的 哪一邊 只要泰王出來說話 通常都OK 現在泰王是誰 英雄王還是蒲美蓬 蒲美蓬 標準答案 對啊 那不管是哪一邊 有任何的主張或什麼 只要泰王出來說話 泰國基本上就OK了 只要泰王 所以泰王 在泰國來講的話 現在實安定一步 非常重要的力量 來 天毛 阿宅 六百四四百兩百四十分差 進入到最後的兩題 阿宅 會不會真的出現老八傳奇啊 不會 不會喔 OK 天毛 加油喔 OK 兩百四十分差 最後兩題 來 第六題 請 來 生活類 我們會在聖誕節時 即卡片到賀 請問 聖誕卡 最早是由什麼 演變而來 請作答 謝謝 好 兩位都在七秒的時候作答 天毛 七秒的時候選擇的答案是B 邀請函 我覺得律師心應該是不錯的 不太可能啦 怎麼樣 你們對律師心有什麼意見嗎 就收到會緊張吧 律師心這樣 感覺就不像在那個 過節日 邀請你來參加聖誕派對 不來者 OK 對啊 這樣太可怕了 沒錯 生日卡不像 生日卡應該 如果說每個人 在同一時間生日的話 這樣也太好過生日的一點 對啊 在七秒選擇也是B 我也是 一樣覺得A住不可能 所以B自己在選 OK 對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B 邀請函 來 恭喜兩位 不過聖誕卡 它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最早大概在十九世紀 是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跟當時的黃太子 就是他們那時候 要邀請一些朋友 OK 邀請一些貴族的小孩 什麼來 來溫莎公寶 然後到他們那裡面做課 所以那個邀請函 是最早的時候 聖誕卡的前身 那後來民間呢 有人 但那時候聖誕卡 只是個邀請函 後來是因為到了 後面有在民間 有人就直接覺得 聖誕卡 他突然想到 如果把他畫一些東西 因為他來不及買禮物給別人 他就自己畫了一些東西 大家都突然發現 弄上畫更讚 所以就慢慢演變到 後來你在房間可以看到的 上面有一些圖樣 或什麼這些 到現在的聖誕卡 好 七百八 五百四 兩百四十分差 進入到最後一題 阿翟 六秒 OK OK 聽不懂 六秒的優勢 有 加油 好 這一陣會出現老八傳奇 還是會出現逆轉勝呢 最後一題 請 生物類 根據以色列金豚學家研究 請問 海豚 躍出水面 翻滾的目的是什麼 請作答 十秒 好 兩位 都在七秒作答 做出不同的選項 天毛 七秒選擇答案是A 呼吸 因為海豚是哺乳類生物 牠應該是需要呼吸 所以我覺得牠是出來 呼吸新鮮空氣 牠呼吸的時候就出來翻一下 對啊 沒事出來就翻一下呼吸 可能這樣比較好呼吸嘛 OK 對不對 再來七秒選擇答案是B 社群陽光 因為我覺得不會像 不會呼吸那麼簡單 因為 其實鯨豚他們只要浮出水面 應該就可以呼吸了 不必要翻滾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你覺得重點是在翻滾 對 我覺得是翻滾 那可能牠翻出來的時候 可以完全地附入在陽光底下 我是這樣想 因為如果一般油的話 牠就是這樣油 對 所以就算曬太陽 只有上面曬得到 牠可能翻出來翻滾的話 才有可能包括肚子什麼什麼都曬得到 好 這是四強賽的第一場 最後一題 目前 在四強7分排名第一的阿宅 目前落後240分 所以這題的答案 如果是B的話 阿宅逆轉勝 如果是B以外 任何一個選項 天茅勝出 創造老八傳奇 這題 正確答案是 老八傳奇 有可能上演嗎 廣告後 答案揭曉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我是詩詩 在看了這麼多人 來挑戰知識王之後 你是不是也躍躍欲試呢 趕快拿新的手機 搜尋我們今晚 誰當家的粉絲團 報名參賽 總獎金高達5萬塊錢 等你們來挑戰喔 這題 正確答案是 第一 甩掉寄生物 恭喜天茅 好棒 好棒 阿宅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還好沒有考到第一科題 OK 對... 你的意思是在講它嘛 對不對 對... 就講到數學題嘛對不對 對... 至少我不需要數學 OK 對... 排序的時候 在序列賽的時候 排名第一 然後第一場就碰到這個 真的會有點悶 真的悶 對不對 一定...我可以想像 一定會有點悶 但對天茅來講 這就是NBA的老八傳奇啊 沒錯 就是這樣 真的 然後接下來到下一站的二連戰 你還希望能夠 直接打到冠軍嘛對不對 沒錯 OK 好 天茅能夠創造老八傳奇 拿到冠軍嗎 下一場 對陣 誰能勝出跟天茅二連戰的 請 預備 好 接下來今天是四場賽 第二場要對決的 掌聲歡迎 緊張 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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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除了在自己的本科學能以外 那在過程當中觀眾朋友看到 大家各有各自的長才 包括舉證 當然現在是數學名師 可是 從小就是心算天才 是 OK 還在電視五燈獎裡面 表演過嘛對不對 對 那郭仁在節目現場表演過舞蹈 對 你長得這樣 然後舞蹈又跳成這樣 學生會專心上課嗎 我平常 就是平常不會讓學生知道 我會跳舞啊 就是特殊之後 那我們就那一集舞 我們要把它剪掉嗎 好 是不用啦 OK 四強賽第二場 請 3 2 1 動漫類 請問 下列哪個動漫角色 在該作品裡 家境富裕 請作答 好 你們兩位表情好豐富 按完以後 你們兩位的表情 都讓我覺得你們按錯了 舉證你按完 你球秒按的是 諸以上皆是 你也覺得你按錯了嗎 對 我按了小夫之後呢 我就很順手按下去 可是呢 我就按了那一剎那想到 上次被騙了兩次以上皆是 所以我按下去就很果斷了 OK 對 你看到小夫 而且看到花輪 我就更開心了 所以你按的就是 諸以上皆是 對 不負得正 郭仲 你在九秒按的是原子 因為我沒有看到 上面兩個選項 你只看到C 對 然後就按了 OK 搶時間 是 來 這題正確答案 一 以勝皆是 來 恭喜舉證 請問一下 當然他沒有個別交代過 可是如果這幾個家裡面應該 環境都不錯 真的比起來哪一個應該最有錢 恐怕是原子喔 原子 對 因為他是林木集團的那個 千金大小姐 怎麼樣 林木集團很大嗎 應該說在那個漫畫裡面 他有一個伯伯 林木次郎級的 他每次都被搶 他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寶石都在他家 他每次都被搶 全世界最大的寶石都在他家 因為一個最厲害的小偷 都要來偷他的東西 OK 那小夫就是他爸 就是一個社長而已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俗話說得好 欲數則不達 耳朵要聽 眼睛要看 手腳要快 下一題 請 生活類 請問 平常我們所說的 聖誕夜 是十二月幾號 請作答 好 兩位都在第一時間做選擇 選擇的答案都是B 二十四號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B 二十四號 恭喜兩位 現在大概都會過聖誕夜吧 有過的 舉手 OK 舉手會怎麼過 有女朋友的話 各種節日都要過 所以你是因為女朋友 所以什麼節都過 對 所有花錢的節日都要過 親民不用吧 親民就不用了吧 親民應該不用了 對 就是屬於大概現在 年輕人的一些節日大概都過 對 那現在年輕人如果聖誕夜 會去哪 聖誕夜的話 一般來說 年輕的二十歲的就跑夜店 三十歲的話 可能就去什麼 山頂上去看風景吃東西 那像這種老人家的話 就在家裡看電視 點都是散散步而已吧 那請問一下 那五十歲的要幹嘛 五十歲可能就 五十歲 五十歲就到教堂去好了 OK 就到教堂去 有人在聖誕 有比較特別的過法嗎 有沒有 掌聲鼓勵鼓勵 對 對 看著看著 就過了 就過了十二點了 好 三百八 兩百 郭忠祐加油 好 沒問題 下一題 請 好 一樣兩位都在第一時間 十秒作答 郭忠祐答案是低 對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對 它是由氣體 二氧化碳凝化而成的 來 這題 正確答案是 恭喜兩位 好 五百八 四百 一樣一百八十分差 加油了 還有四題 OK OK 下一題請 音樂類 請問 大豬小豬落玉盤 是在形容什麼樂器的彈奏聲 請作答 來 郭忠祐 九秒的時候選擇的答案是D 琵琶 因為我記得是在 這應該是唐詩之類的東西出來的 那古人的樂器應該就是琵琶 為主 決定七秒 選擇答案也是豬 對 好像國中有古文課本 就是有這個詞 那可是我不太忘記 我忘記是古真還是琵琶 那我想琵琶可能比較好聽吧 因為古真不太好聽 OK 來 誰要解釋一下 這題正確答案是D 沒有錯 就是出字白巨翼琵琶形 曹曹切切 錯雜坦 大豬小豬 落玉盤 來 最題正確答案是 來 恭喜兩位 這首琵琶形真的是好 你如果把整個詞句 下次有機會的話 因為兩位老師除了教生物 下次有機會 把整個你再把它看一下 用文字來形容音樂 能形容成這個樣子 說實話 真的是不簡單 剛剛講的 大豬小豬如雞雲 小豬切切如地獄 然後大豬小豬 落玉盤這些 你當時就會覺得 好像你人就坐在現場 在聽他彈的那種 感覺的那個樣子 OK 好 七百二 五百八 一百四十分差 九段 郭仲現在慢慢慢慢蠶食 加油 好 下一題 請 生物類 請問 六個多月大的五尾熊寶寶 會吃什麼 當作副食品 請作答 來 舉證 七秒選擇的答案是B 樹漿 這麼小的五尾熊寶寶 可能還沒有牙齒 會消化一些比較硬的東西 所以A一定不對 吃媽媽大便的話 那 我應該還沒選到 那麼蝦的答案吧 那可是吃媽媽拓葉的話 可能也不太會薄 你說很蝦喔 你隔壁那位生物老師 就選很蝦的答案 真的嗎 他選了就很蝦 糟糕 生物老師說的都是對的 糟糕了 所以我就選了B 樹漿 OK 來 郭總 媽媽的大便 因為對於一些生物來說 牠們吃草的生物來說 牠們其實是在大腸裡面的 一些共生菌 去幫牠做消化這個動作 所以對於媽媽來說 牠們其實有很強的共生菌 所以牠排出來的東西 其實也是富有營養的 對 所以小孩子可能 共生菌沒有那麼強的話 可能就需要去吃媽媽的大便 OK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恭喜郭總 說實話 如果剛聽到吃媽媽的大便 就像舉證剛講的 太瞎了吧 而且這個媽媽也太狠心了吧 讓小孩吃這個 不過像剛才郭總 郭總老師講的 重點是在那個共生菌 那小孩的腸胃裡面 根本沒有那些的話 反而特別需要這個 原來答案越瞎 越可能正確 這一題 郭總把前面的落後 一次搬回來 倒領先二十分 七百二 七百四 加油了 舉證 前面的李先生 不要到最後真的被翻盤了 加油 現在已經翻掉 剩二 輸二十分了 對 最後剩兩題 加油了 第六題 請 世界類 西方的職業軍人 傳統上 會戴著白手套 請問 當把手套丟向別人時 代表什麼含義 請作答 來 郭總 八秒選擇答案是A 致敬 感覺是在上禮之上 會做這種事情 上什麼 上禮 就是萬一有一個 對 就是軍人戰死之後 所以大家都丟手套 對 來 舉證 七秒選擇是決鬥 因為我想說白手套 一般來說都是這種 代表他們尊敬的地位 當 如果人家惹到他的手套 他跟他決鬥的話 會先把手套脫掉 因為避免要把這個手套 白手套弄髒 這樣子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B 決鬥 來 恭喜決鬥 來 恭喜決鬥 什麼 在這個時候竟然被逆轉 從 尤其在西方 從中古以來 一直到後來 職業軍人戴著白手套 你不覺得那個好像感覺 有點侮辱的感覺 我把手套在你面前丟這樣 那種感覺很挑釁 那種挑釁 大概一般人都很男人 但是丟白毛巾 就不一樣了 好不好 那要看清楚 人家丟的是手套 還是白毛巾 如果人家已經丟白毛巾了 然後你還把人家痛扁一頓 那就太沒江頭道義了 OK 大家都知道丟白毛巾 對不對 好 好 八百六 七百四 舉證 這一題 再把領先拿回來 現在變成 郭仲 倒數一百二十分 好 最後一題 一百二十分 進入最後一題 三秒差 所以你要在最後剩三秒以前 要做出正確的答案 好 舉證 三秒的優勢 三秒其實不算多 所以選對 對你來說更重要 沒錯 兩位加油了 好 這一戰 生物老師 郭仲 還是數學老師 舉證 能夠勝出進行二連戰呢 最後一題 請 歷史類 中國最早的戒指 起源於宮廷 請問 當時的作用是什麼 請作答 好 兩位做出不同的選項 都在五秒作答 舉證 五秒選擇的答案是C 通常來說 很多東西到後代 都會改變它的原本的意義 那我想說 最早的東西的話 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想現在的戒指 都是跟婚約 或是跟裝飾品有關 那是有的反向操作 選擇A跟C 那有時候 有一些人打仗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獎勵 他們會把一些 比如說敵人身上 繳獲的戰利品 然後把它打造成一些東西 就像勛章一樣 佩戴在身上 那佩戴在身上 那佩戴的東西越多 代表你的戰功越高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可能選擇C 這個可能也跟 我不知道你剛剛講 跟戰功 如果職棒選手打全雷打 就會在帽子上 貼個梅花 就會貼很多 然後像戰機 有的在以前 不管20大戰或什麼 戰機如果能夠擊落的越多 它就在外面 也會貼上很多 跟這個有點類似 你剛剛講的道理 好 郭仲在五秒的時候 選擇的答案是A 禁止 禁止是什麼 就是 因為我剛剛也是 A跟C在選擇 那禁止教 我想說是 因為起源於宮廷 那代表說 假如我帶了一個戒指 代表它可能是 有特定的作用 或是有人 他不能做特定的行為 或不能做特定的行為 當一個標記 OK 好 目前兩位 120分差 郭仲目前暫時落後120分 所以這題的答案 如果是A的話 郭仲逆轉勝 這題答案如果是A以外 任何一個選項 舉證勝出 進行二連戰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A 禁止記號 恭喜觀眾 在宮廷 光你看戒指這兩個字 就是戒 戒不就叫你不要 跟郭仲剛講的那個意思是一樣 有一些事是一看 就告訴你不要做什麼 最早戒指 他就是那個戒 告訴你不要 為什麼 以前皇上 三公六月七十二嫔妃 如果皇上看上哪一個 這時候太監 就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 記下時間 就是皇上 要臨信他 OK 包括這時間 第二個 也許因為人太多 怕找錯人 所以太監 同時要把一個銀色的戒指 就給這個嫔妃戴上 OK 就表示今天皇上 就是找你了 如果要是任何一個 懷孕了 這個時候 他當告訴太監說 懷孕這件事以後 太監就要馬上 給他戴上 金色的戒指 就告訴所有的人 他懷孕了 皇上也不能碰他 誰都不要再碰他 懷的是龍腫 非常重要 要讓他安心養胎 這個戒指就告訴你 誰都不要碰 誰都不要接近他 很重要 懷的是龍腫 所以用銀戒指跟金戒指 告訴你 你不能做什麼事 OK 這是在古代 一路沿用下來 到後來才變成很多 包括婚約 或什麼什麼這些 好 最後這一題 讓郭仲翻本回來 九百四對八百六 來 恭喜郭仲勝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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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郭仲 要跟剛才勝出的天堡 兩個人要進行二連戰 誰會是這一次 不叫名之最後的冠軍呢 請 來 好 接下來就是這一次的 不叫名之大恰票 最後的總冠軍二連戰 二連戰 由剛才前面兩組勝出的對決 掌聲歡迎郭仲 天堡 兩位算狹路相逢嗎 沒錯 OK 在前面在預賽過程的時候碰過 對 上一次是 我 郭仲勝出 天堡 王子復仇記 對 郭仲 維持前面一貫以來的好習慣 好 沒問題 好 就是要贏 好 天堡 從老八傳奇再讓大家看一次 OK 兩位都有信心 有 二連戰 一樣 兩場所有的積分加總 最後計算 但是前面一戰很重要要先搶分 造成對方的壓力 加油囉 總冠軍二連戰 第一戰 請 3 2 1 科技類 請問 對於使用BBS論壇 PTT的使用者 網路上暱稱為什麼 請作答 緊張刺激的二連戰 你看好誰會奪冠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喬妍愛 看了節目是不是覺得 熱血沸騰 月月浴室呢 趕快上我們今晚 誰當家知知是王的粉絲頁 報名參賽 就有機會獲得五萬元獎金耶 科技類 請問 對於使用BBS論壇 PTT的使用者 網路上暱稱為什麼 請作答 好 兩位都在第一時間做選擇 郭忠祐選擇的答案是A 鄉民 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常常掛在上面 當鄉民 OK 聽嗎 有有習慣嗎 有 OK 好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來 恭喜兩位 請問有沒有人去研究過 為什麼叫鄉民 方唐靖啊 我只是跟鄉民現在看熱鬧的 但是站什麼 站前面的一點 那一段啊 來 兩百 兩百 加油了喔 下一題 請 生活類 請問 歇後語 東吳朝青 下一句是什麼 請作答 好 兩位 都在八秒鐘選擇 天猫 B 不安好心 我記得它是孫上香 對 然後孫上香的話好像是 要跟 要聯軍東吳要去抵抗衛國 所以他們是有一些 有一些 想要對抗的成分在 有些目的在的 就是孫流聯軍嘛 對… 所以感覺是不安好心 不安好心 我發現可能選錯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記得它是 其實是吳國要去騙劉備過來 所以才是把他的女兒答案 嫁給他 然後把他騙過來要 可能就是要誘殺 或是怎麼樣 當作人質之類的 那後來發現 一不小心被孔明的記策弄 然後就真正把他嫁走了 所以 應該是弄假成真 好 下一題 正確答案是 C 弄假成真 對 沒錯 郭正後來突然想到 應該是後面的弄假成真 這一段其實在三個演藝 如果你每天看這一段的話 那個時候是 周瑜他們現策 就是這樣 把劉備他們騙過來 只要騙到了這裡 要殺要掛 還不就是認我們 然後結果後來就 然後 有諸葛亮真的是好用 OK 劉備就覺得 劉備他們也知道說 周瑜他們肯定不安好心的 結果我想說 因為他妹妹真的漂亮嘛 那 劉備他的夫人又已經過世了 然後想說總是好歹 那如果能夠成 因為 諸葛亮的想法是 本來就一定要走孫武聯姻 就是 西俗跟東武 才能夠北抗朝魏 所以就是他講說 好就去 去了以後 諸葛亮先搞了一招 他先搞了一招是什麼呢 他先叫趙雲他們 因為要陪著 陪著劉備一起過去 他也擔心 萬一那些人太早就下毒手 也不好 所以還是要派大將在 然後他先叫他們做什麼事 他先叫他們到 所有東吳的境內 去買禮品 把所有的那個 伴手禮什麼什麼 全部都買 而且告訴所有的 趙雲帶所有的士兵 去買的時候 要大肆宣揚 到郭仲他們家 去買太陽筆 然後去買的時候說 你們為什麼要買太陽筆 因為我們劉備大人 我們的劉備先生 要娶你們家 身上香小姐 然後到每個地方買的時候 就跟全東吳的人這樣講 然後講完以後 就到那到去的時候 而且問題就是 吳國泰就是孫全他媽媽 一看到劉備 有沒有 丈母娘看女婿 就覺得這個 這好啊 這很好啊 他媽媽也OK 然後全東吳的人都這樣講 到最後不得已 就真的要結婚了 真的要結婚的時候怎麼辦 那孫全不肯啊 這時候吳國泰就講說不肯 全東吳都知道 我女兒要嫁給他 你現在不讓我女兒嫁 你什麼意思啊 我女兒還有顏面 在東吳過活嗎 那這時候 孫全才發現事情好像 有點弄擰了 怎麼會變成是這個樣 後面還有一段 在三國雲裡面講的是 孫全還是派人追殺劉備 然後孫上香就護著劉備 一路逃出東吳 那過程 包括其實有人 是已經追上他們了 孫上香就直接說 怎麼樣 誰叫你們來殺的 是我娘叫我跟她回去的 你如果不讓我們走 我就回去跟我娘講 你覺得我娘 是會護你還是會護我 你覺得是孫全保得住你 還是我娘保得住我 來不來 放不放 你如果是將軍 你放不放 當然放 開玩笑 那個將軍又一想 他回去跟他娘講 我肯定沒命 所以就放心 就來不及了 就這一段 好 一樣 兩百 可惜這一題兩位沒有拿到分數 加油了 下一題 請 美食類 請問 一般製作醉雞食 通常會使用哪一種酒 請作答 兩位常吃醉雞嗎 天哪好吃 喜歡醉雞嗎 還滿好吃的 對 因為你在第一時間選的是紹興 對啊 花雕我覺得應該是 花雕雞吧 我今天有一個花雕雞 花雕雞 花雕雞就一定是花雕酒 還是 我不知道它是形狀像花雕還是怎樣 對 應該不是米酒跟白酒 我把這兩個刪掉 OK 對啊 那我覺得花雕跟紹興在選 感覺紹興比較常拿來去做食物 做菜 對… 觀眾我們第一時間選的也是紹興 對 因為紹興酒在 就是比較多菜裡面會使用這個酒類 對 OK 來 正題 正確答案是 第一 紹興酒 來 恭喜兩位 四百 四百 一樣 評分球四 下一題 請 文學類 請問 在小說三劍課中 他們會在拔劍後 講出什麼口號 請作答 好 來 郭仲 第一時間選擇答案是D 人為我 我為人 人 因為小時候有看過那個 三劍課的卡通 三劍課 對 然後裡面它就是 拔出來之後就會喊這一句話出來 天堡老師是看卡通嗎 不是耶 我是把B給刪掉 是可殺不可辱 好像應該不是 自由平等博愛很像 太偉大的夢想這樣 那A跟豬的話在選啊 感覺應該是豬 OK 對 來 這題正確答案是 第一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來 恭喜兩位 好 六百 五百八 二十分差 加油了 下一題 請 生物類 請問 鴕鳥受到驚嚇時 第一時間會有什麼反應 請作答 好 兩位不同的選擇 天堡 7秒的時候選擇的答案是C 頭擺在沙里 我記得鴕鳥不是都會把 頭擺在沙里面 頭擺在沙里面 對啊 大家都聽過這個 那郭忠祐你為什麼不選這個 鴕鳥不是會把頭擺在沙里 因為我印象中是卡通畫出來的 只有卡通鴕鳥成這樣 對 是 那你選的是奔跑 因為生物受到驚嚇 正常來說都應該會奔跑 好 OK 正確答案是 會有奔跑的 但是鴕鳥會異於一般的 不管是動物或是鳥類或什麼 鴕鳥會有一個動作 它不是埋在沙裡 因為科學家後來研究 不管是什麼鳥 頭擺在沙裡面 眼睛耳朵 進了沙會受傷的 即使鴕鳥也是 所以那是大家誤解 但是鴕鳥會做一件事 它會把頭滴滴地平行到地面 然後再加上鴕鳥的體型 遠遠地看它會像灌木一樣 它像一重灌木 它用這樣的方式可以避得開 不管獅子或什麼這些 會誤以為那是一重灌木 在那個地方 但如果發現沒有被騙 人家還是上來的時候 接下來就奔跑 竟然又出來生物 生物這一顆真的是 太博大精深了 來 第六題 請 好 好 好 來 兩位 七秒做同一個選擇 天毛 自己 感覺他是在說 自己很常 講出一些比較特殊的話題 對啊 所以我才選自己 OK 郭忠 因為我印象中 他以前是比較不得志的 所以他會講出這些話 來形容自己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A 自己 來 恭喜兩位 好 七百四 七百二 第一站 郭忠祐目前暫時領先二十分 進入到最後一題了 最後一題 請 世界內 請問 希臘的帕德嫩神廟 裡面供奉的是哪一位天神 請作答 好 好 來 郭忠 第一時間 十秒選擇的答案是C 雅典娜 因為印象中好像就是 好像看過一些電影 他裡面怕的那些神經 最主要攻擊就是雅典娜 印象中 OK 你從卡通跟電影裡面 獲得滿多東西的 對 因為滿喜歡看這些東西 OK 來 天毛 八秒選擇的答案是阿瑞斯 阿瑞斯是戰神 希臘戰神 對 不過我是太陽神 感覺應該就不會在那個 帕德嫩神廟 那我覺得阿瑞斯的話 他很像是宙斯的兒子之一吧 對啊 那我覺得他是 比較有可能是用 在這個神廟供奉他 OK 好 目前兩位分差只有二十分 二十分差 這一題的答案 如果是D的話 第一站 天毛逆轉勝 如果是D以外任何一個選項 郭仲勝 當然 分數要累積到下一場一起算 所以分數對兩位都很重要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神廟究竟供奉哪位天神 你知道答案嗎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我是詩詩 在看了這麼多人來挑戰知識王之後 你是不是也躍躍欲試呢 趕快拿新的手機 搜尋我們今晚誰當家的粉絲團 報名參賽 總獎金高達五萬塊錢 等你們來挑戰喔 這題 正確答案是 C 雅典娜 來 恭喜觀眾 對 他的任神廟在雅典 那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古蹟 裡面公封的就是雅典娜 那大家剛剛講 阿瑞斯是戰神 其實雅典娜 雅典娜有好幾個身份 她有智慧女神 也有說戰神 很多她的身份也非常多 上次我們在節目裡面好像也有聊過 為了雅典的守護神 因為雅典娜是雅典的守護神 就為了爭雅典的守護神 不是誰跟誰爭 他和波塞頓 他和波塞頓 然後他給了一隻那個橄欖樹 然後波塞頓給了一隻戰馬 對 OK 所以這就是 人類第一個送給人類的嘛 就是從波塞頓開始 OK 好 第一戰 二連戰的第一戰 一千一百四十對七百二十 恭喜觀眾勝出 天馬後面要加油囉 好 後面要加油 其實分差並不算那麼大 OK 加油 第二戰 請 三 二 一 台灣類 請問 知名的一中街 位於何處 請作答 好 兩位都在第一時間 做出了選擇 天馬有去過嗎 有啊 有去逛過 高中的畢業旅行 有去一中街 高中畢業旅行去那裡 對啊 高雄人就會往北跑嘛 OK 那高中畢業旅行去 畢業旅行中 正常的就是去墾丁那邊 對 正常的 不正常的就去 就去台中 就這樣 OK 有去過嗎 一中街 沒有 但是一直聽朋友在講 OK 來 正題 正確答案是 第一 台中 來 恭喜兩位 有誰能介紹一下 一中街這邊的特色 就其實我們台中 目前堪稱三大夜市 那可能有在崛起的 一中街 逢甲 還有那個東海夜市 然後我們會說 十網逢甲 然後呢 一網一中 然後 如果你想要兩個平均的 就去東海 對 好 加油了 下一題 請 運動類 請問 下練哪一個運動 使用的球 是實心的 請作答 好 來 郭忠祐 會打棒球嗎 有看過棒球的製造過程 對 它是用一些 你為什麼會看到棒球製造過程 因為我喜歡看Discovery 它裡面會有一些物品的製造 對 然後它就是用一個線 然後開始去纏繞 然後纏繞出來之後 外面再做那個皮給它 對 所以你從裡面 最裡面開始是從死心的 OK 天鵬有看過嗎 我沒有看過啊 但是我有被棒球打過 因為硬啊 對 所以印象很深刻 對 沒錯 被棒球打過 對啊 好 來 接一題 正確答案是 B 棒球 來 恭喜兩位 那當然其他三個球 如果你把它曾經剖開過的話 大家就會看得到裡面 大概是什麼樣子 OK 好 來 一千零八十 一千四百八十 四百分差 天鵬要加油囉 好 四百分差 下一題 請 文學類 請問 下列哪個童話故事當中的反派 不會使用魔法 請作答 好 兩位同一時間不同選項 天鵬 以上皆是 睡美人的那個是巫婆 巫婆 灰姑娘之前有電影 電影那個很像也是 不太清楚 反正 看到有以上皆是 就 大概八九不離十 對 郭總你選的答案是 灰姑娘 因為灰姑娘的反派 應該就是她後母吧 她後母好像不會 魔法 她後母不會 所以她跟她姐姐 就是跟她姐姐 是媽媽還是後母 就是她們都不會模仿 她後母 然後後母好像有兩個女兒 對 所以她們不會模仿 對 OK 來 這題 正確答案是 來 恭喜郭總 有沒有誰能把這幾個故事 大家來講一下 來 若勳 睡美人裡面她的 反派是一個巫師 就是一個 之前有那個 安潔莉亞求利有演 對 就是也是一個女巫 她是壞女巫 只是當時她沒有被 就是公主出生的時候 沒有被邀請去 對 沒有被邀請去 那她去的時候就很生氣 所以她就下了魔咒 就是十六歲的時候 一定會被那個 紡車的針扎到 然後永遠就是睡著 然後美人魚裡面的反派 是那個章魚巫蘇啦 就是海巫婆 對 所以她也是下了一個魔咒 是她是誘惑那個小美人魚 跟她交換東西 用她很美妙的聲音 去跟她交換 變成人的腿 這樣子 那蕙姑娘的反派 就是她的後母 跟兩個姐姐 對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她爸爸 應該有點算事 因為她爸爸 都沒有幫她什麼忙 都幾乎是 就是看著他們欺負她這樣子 對 邦窮 所以妳的重點是 對 妳覺得其實她後母他們 是被大家刻意污名化 但都沒有人檢討到 在這裡面 也應該負責任的那個爸爸 也要照顧她一下 對啊 會氣壓得很慘 我就跟妳說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 面相跟觀點吧 第一次聽到 有人把重點檢討 妳這個做爸爸的 都不負責自己的女兒 讓她被欺負 在法律上 這是遺棄罪 我無法原諒我自己 天毛 後面幾題 每一題都很重要 加油 好 下一題 請 生物類 一般來說 雞 鴨 鵝 如果同時孵蛋 請問 誰的蛋 會最早浮育 請作答 最後四題的機會 老八成奇 有可能再現嗎 一般來說 雞 鴨 鵝 如果同時孵蛋 請問 誰的蛋 會最早浮育 請作答 來 天毛 選擇答案是鴨 雞至少應該都要 多久 你覺得 一個月左右吧 一個月 對 鴨 鴨感覺比較快一點 二十天 我有看過鴨在跑 但是我沒有看過他在孵蛋 對 你看過鴨在跑 跟他孵蛋的時間有什麼關係 看起來 就比較快一點 OK 對 一定不會選鵝 對 因為太大隻 對 郭忠祐選擇的答案是雞 因為我從蛋的大小來判斷 雞蛋比較小一點 然後鴨跟鵝都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蛋的大小 跟牠們會浮出的時間 是有關係的 因為 這跟生物的體積有關係 對 就是越遠的話 牠的體溫感受度會比較低一點 對 所以我就選擇最小顆的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A 雞 來 恭喜郭忠祐 好 天保 加油 好 算一千七百八對一千零八十 我們還有機會 OK 好 下一題 請 歷史類 請問 樂部思蜀指的是下列和人的故事 請作答 好 兩位都來第一時間做選擇 郭忠祐 這故事知道嗎 知道 來 就是劉纏 他是那個劉備的兒子 然後他後來是被 蜀國 不是蜀國 被魏國俘虜了 然後他就整天活在那個 魏國很開心的生活裡面 然後他沒有想要復國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用這句話去形容他 就是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爸爸的事情 好 OK 聽嗎 一樣 一樣 對 好 來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 C 劉纏 來 恭喜兩位 而且這一段故事的過程 那個司馬昭有 那個司馬昭有一點 通常被 王國之君到人家那裡去 通常抓他的人呢 都會做一個動作 你看幾個大概都有 包括李厚祖 包括劉纏 阿斗 這些 這個故事剛才郭忠祐講的那個過程 因為我說那些抓他的那些軍王呢 都會做一個動作 譬如說 譬如趙 趙匡 趙匡 他抓了他們 他是從趙匡應抓了李厚祖 當然趙匡應沒有殺他 是他弟弟 宋太宗 直接有一天就是看到他們在那過程當中 包括李厚祖 在吟詩 吟出 那最有名的那幾句話 顧國不堪回首愿民眾 一江春水向東流 類似這些 他們都會去注意這件事 那要不然呢就是像 阿斗 阿斗那時候被封什麼公 安樂公 標準答案 阿斗被封安樂公 然後在這地方日子過得很開心 這個時候呢 司馬昭做了一件事 要知道這傢伙到底真的還假的 他是真的這麼蠢 他是真的可以玩物上智到這種地步 還是他是故意在呼嚨我 搞不好還想意圖要復國或什麼 所以他就把這些蜀國的舊臣 跟阿斗在皇宮裡面請他們飲宴 飲宴的時候特別找一些 包括熟知蜀國音律跟舞蹈的人 在現場奏蜀國的音律 然後包括跳一些當時蜀國的那邊 他就在觀察 他發現蜀國那些舊臣都很難過 因為你看到故國的這些音律 聽到這些音樂 看到這些 總是會難過嘛 你以前是那個國家什麼 現在是一個俘虜 雖然他給你吃給你喝 但總是會難過 只有一個人開心到爆 卓勇又爆 還聽著蜀國的音樂 開心到不行 就差沒有跟著一起唱 那個人就叫阿斗 然後司馬昭還問他說 你聽到這些 你難道都不會想蜀國嗎 他說不會啊 有酒喝 有妹抱 然後還有東西好吃 我幹嘛去想蜀國啊 那就從此開始 樂不慈俗就來了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到這 所以通常那些君王 都會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看你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只能說阿斗 騙得很徹底 連他自己都騙過去 就一直是這樣 OK 來 最後幾題囉 聽嗎 好 加油 好歹分數要好吧 好 下一題請 地理類 請問 世界上最長的國界 存在於哪兩個國家 請作答 來 天馬 選擇的答案是C 美國加拿大 加拿大在美國上方 那整條應該都是國界 對啊 因為救他們兩個國家 對啊 對啊 很常 公眾選擇的答案是美國加拿大 其實我在B跟CSI 因為 阿根底是智力是直的 然後美國加拿大是橫的 對 所以我在想到底哪一個大一點 對 尤其智力又號稱全世界 最狹長的國家 是 來 最題 正確答案是 恭喜兩位 美國加拿大國界 六千四百多 美國加拿大六千四百多 而且剛剛講 就他們兩個國家 一路都是他們 而且美國加拿大 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他們是不設防的國界 所以如果各位去過 從西雅圖 如果你要是像有一些 美國的地方 如果他們之間那個 因為加拿大那個地方 稅收高 那包括民生物資品 他們可能兩邊就在 邊界的地方 跑來跑去 OK 然後從Vancouver那個地方 就直接開車到美國邊界的地方 去買東西 很多都是這個樣 然後他也不設防 就過海關的時候 當然還是會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檢查 但是不像一般你看到 感覺上國家跟國家之間 是這麼嚴密的一些邊防 好 最後一題 加油 最後一題 請 國文類 成語 柏勒相馬 用來比喻善於發現人才 請問 第一個被稱作柏勒的人是誰 請作答 難度五顆星的國文題 你知道答案嗎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我是詩詩 在看了這麼多人 來挑戰知識王之後 你是不是也躍躍欲試呢 趕快拿新的手機 搜尋我們今晚 誰當家的粉絲團 報名參賽 以總獎金高達五萬塊錢 等你們來挑戰喔 最後一題 請 國文類 成語 柏勒相馬 用來比喻善於發現人才 請問 第一個被稱作柏勒的人是誰 請作答 五秒 四 三 二 郭忠會選蕭和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跟這幾個人都拍手 但是印象中他是被 就是那個楚漢相爭的時候 那時候的人物 他有被相中這樣 對 我本來以為你選他會是因為 蕭和月下追韓信 所以他能夠示人之名 他知道韓信的將才 沒有這麼厲害 我以為你選他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 楚漢相爭的時候 漢營逃亡的人很多 剛開始他們去獵獅 漢營逃亡的人很多 所有的人逃 他就去追了一個韓信 所以那時候劉邦跟他講說 全營這麼多人逃 你不去追 你跟我追一個韓信幹什麼 他跟他說 因為只有他 能勘任大將軍之才 所以他看準的是他 不是 你只因為楚漢相爭 對 對他比較熟 我知道陳野蕭和 對 陳野蕭 我就把他刪掉 所以你把他刪掉 那你選蕭鼠鴨是 他可能跟我比較有緣 選他也有一個典故 是有道理的 不知道 不是 我不太清楚 我本來以為你選他是因為 管包之間的 管仲包熟鴨 對 那個請選的那個 我還覺得選那個 因為管仲包熟鴨之間 如果不是因為包熟鴨 管仲大概 處死八百次了吧 大概會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管仲跟包熟鴨 在公子小白 跟公子鳩之間 他們各自不同陣營 所以後來齊環公上來 管仲那時候 不是還算暗殺嗎 就是還曾經中途襲殺過 後來的齊環公 只是沒有成功 被他騙過 騙過以後 齊環公上來以後 是包熟鴨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用管仲 這個人 是唯一能幫你 今天為地 能夠治理國家的將財 只有他 所以我本來以為你選包熟鴨 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知道他有篩情 然後就絕交 不是 OK 好 來 最後這題 最早 第一個被稱作 博樂的人是 正確答案是 B 孫陽 孫陽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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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陽是真正第一個 一個會像馬的人 我們剛才講 博樂像馬 大家都講的這幾個人 不都是言聲義 因為你有知人之名 所以覺得你是博樂 他是千里馬什麼什麼 那都是言聲義 只有孫陽 他是真正 在春秋戰國時代 他就是真正像馬的人 那 因為在天庭掌管 掌管像馬 或什麼什麼這些 不叫必馬溫 好不好 他真的就叫博樂 所以孫陽後來的人 幾乎都不知道他名字 都直稱博樂 他有一個故事 你們一定聽過 他的那個故事就是 楚王請他去找千里民居 他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後來有一天 突然在馬路上 看到有一匹馬在拉 拉車 拉鹽什麼 拉很重 幾乎拉不動 那個主人就拿鞭子一直打 他就看那馬 然後那馬就看著他 然後馬就看著他很有感情 然後就感覺像 流淚的那種樣子 好像一直對著他呼喊說 就是我 就是我 OK 他就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 他一看就知道 這是千里民居 他就跟那個 拉車的那個人講說 我買這匹馬 那個人覺得你是個笨蛋 這個馬 連車都拉不動 你就告訴我說 他是個千里民居 所以後來那個人 就很便宜的價錢 把馬賣給他 他就牽著他去見楚王 楚王看到他 如果你是楚王 你會是怎麼樣 對 搞他爭笑 對 搞他爭笑 他要幹什麼 他就跟楚王說 好好養 不出半個月一個月 千里民居就是他 楚王半信半信 因為他太有名 就真的叫他的 就叫他的仆人 很盡心地養 半個月以後 這匹馬日行千里 後來楚王 就真的靠這匹馬 OK 好 這一題雖然兩位沒有答對 但是最後二連戰總積分 兩千一百對一千四百 恭喜郭仲獲得冠軍 來...兩位 來 郭仲偉來 好 怎麼樣 發表一下 應該先請 天毛 最戰有沒有答得很辛苦 有啊 他 很強 真的 郭仲在這兩戰 表現真的非常好 對啊... 你表現得不錯 郭仲 來 又驚又喜 因為其實發現 題目剛好都是自己 比較擅長一點的 對 然後就滿開心的 對 而且剛剛第一戰 跟那個 菊仲老師打了之後 其實也是苦戰 最後一題逆轉勝 對 除了我自己也意料之外 OK 好 但顧白你們講 那過程當中 我跟你講一支節目 你要拿到冠軍的話 第一個當然一定要有一些實力 但是過程當中 多少也要碰到一些運氣 所謂運氣就是 要不就是題型上面 也許有幾題我適合 或是要不來的話就是 就算大家都不會猜 搞不好我猜到一題 但是中規一點 實力當然還是要最重要 OK 好 那我們最後再一次掌聲 恭喜觀眾獲得冠軍 謝謝大家 來 給一位冠軍支票 五萬元 謝謝 恭喜 來 再一次掌聲 恭喜郭仲 好 這一位 武教民是十二強 冠軍產生 郭仲 那接下來 還用哪一些 其他的一些領域的名人 或是每一個領域的高材 能夠來現場拿到冠軍呢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現場再一次恭喜郭仲 謝謝所有來賓 也要借觀眾您的收看 今晚你隨便當家知識王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恭喜 謝謝 今天比賽的老師都實力堅強 能拿到今天這個冠軍 真的非常開心